据美国彭博新闻热网站7月15日报道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参议员们说 预计下周将就瘦身版的对华竞争法案进行初步表决 但该法案的一名共和党支持者称此举是虚张声势 执行人士14日对彭博社透露 该法案将包括至少52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 和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投资税收敌免等内容 但该法案的一名共和党支持者说 如果民主党人坚持提出他们的另一项增税和气候计划 那么该法案就注定会失败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宁14日下午说 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来通过该法案 所以这是在虚张声势 共和党二号人物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约翰·图恩说 共和党人必须先研究该法案的内容 然后才能决定如何投票 但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谢利·摩尔·卡皮托对记者说 他将投赞成票 报道称书莫计划最早于19日举行投票 开始就该法案展开辩论 但看来他可能无法绕过共和党的拖延时间 据报道 尽管一些议员和拜登政府已经表示支持这个瘦身板法案 从而使芯片激励法案获得通过 但其他议员一直要求加入 其他可能会是谈判过程更加困难的条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什么时候